在未来的全球经济 跟全球的国际政治里头 第一个最值得注意的 还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会不会爆发核子武器的 也就是比较小局面的 我们以前所说的 战术性的核武战争 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变数 第二个变数是几个国家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中国 中国马上要召开二十大 是在十月中旬左右 在十月中旬要召开二十大之前 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 习近平前一阵子 他出访了中亚 过去在中国的惯例里头 当你面临这么大的一个中共内部 尤其是换届的二十大 虽然这次不换他了 他有第三任期 但是总是有非常重要的 国家大政策 要一个一个宣布出来 很少领导者出国 但过去呢 两年多下来 COVID-19之后 他同来没出国过 这次出国了 出国之后呢 他是隔离 人们就说他神隐 然后呢 所有的网络里头呢 就要翻墙 翻墙以后呢 就是谣传说 他被软禁了 很可能这个地方很严重 就居然很多人相信了 习近平只好现身了 这就是中国的现象 他是谜中谜 物中物 Foreign Policy说 虚假的政变谣言 揭示了中国的政治 毫无根据的故事 可以在网络里头出现传播 世界上太多的人 根本并不了解 北京的内部运作 而习近平已经正式的出面 但现在他所面临的是 中国非常糟糕的经济 或许中国的经济很清楚 就是保六 这个保六呢 不是一个虚假的 或是为了荣耀的数字 而是在6%之下的话 中国就会有很多平衡出问题 这个平衡里头 包括房地产的平衡 包括事业的平衡 事业率就会大幅地增加 而现在看起来 中国经济今年成长率 只会有3%左右 目前即使到了9月份 中国的疫情算是控制住了 但是他的官方制造业 中国的制造业 还是降到48.1% 他的服务业的活动 还是放缓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预警 李克强说 第四季 中国国务院总理说 第四季是中国经济 复苏的关键期 专家说 他可能会从重大基建 促进消费这个地方开始 那么目前看到的 就是他中国金出口银行 完成了500亿人民币的基础 叫做基础设施基金投放 这里头66% 还是放在港口 铁路 公路等等 有12.4% 放在能源跟水利设施 能源跟水利设施 能源很多是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的 还有包括煤炭的开放 发等等 就是能源是他大议题 我们过去一直谈说 他科技立国 半导体立国 可是这一次我们所看到 半导体跟他投放基金 只占这个500亿人民币里头的 10.6% 在禅越园区跟重大物流里头 只占了7%左右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外面开始广泛讨论 就是对于一带一路 进行检讨 不会在外面留下那么多的外债 一个本该毫无悬念的举情 却有太多意外的巧合 在穿着附会众口塑金之下 硬是能瞎掰成一场悬疑的脑具 符定迈向第三个五年执政任期的习近平 在时隔968天后再次出访 但选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 确实让政治观察家跌破眼睛 因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惯例中 幻见之年的人事安排 来全力斗争往往让中国的领导层 在党代会前夕更关注在国内事务 不曾安排出访 严防任何的意外 临近中共二十大 这似乎难以避免 捕风捉影地流传北京发生政变的消息 皆有头头是道的轮折 首先习近平缺席的 二十六号在上河组织峰会的晚宴 提前回到北京 十九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的修正规定 强调重点解决能下的问题 这已引发了多方解读 二十一号在北京举行一场高级别的军改研讨会 身为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却死 而九月初被免职的北部战区司令 上将李乔明却现身会场 他曾被谣传有兵变的举动 也是在二十一号当天中国全国范围内大量航班被取消 原因不明 更有北京政治异议人士在网上贴出一段影片 指河北张家口的解放军正开往北京 军队长达八十公里 与此同时习近平省引了十天不见人影 这让网上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二十七号前往北京展览馆 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如果说习近平现身是破除政变谣言 那就太抬举那些造谣者了 十六号晚回国的习近平 依照中国七加三的防疫隔离规定 二十七号回到公众设限 这没啥毛病 更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同现身 看过去十年执政成就的展览 习近平显然能定于一尊大权在握 但自他打破人事任用的政治惯例 已让1960年后出生的接班梯队 难以出头溃不成军 中共二十大的人事安排至今扑朔迷离 但市场最关注的财经内阁已形成班底 任两届总理的李克强 即便留任政治局常委也势必换岗 外传将由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接任 而主管金融与对外贸易谈判 也是习近平最信任的副总理刘鹤 以年届七十退休之力 《南华早报》说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也是国家发改委主任的何立峰 是可能接替刘鹤的人选 他是厦门大学的经济学博士 1990年代曾与习近平在福建公司 深受习近平的信任 《南华早报》更形容 何立峰将是下一个经济撒谎 然而中共二十大后接班的财经官员 面对的将是更为艰困的中国经济 与过往开大会的庆祝行情不同 中国A股在九月累计超跌百分之十 互生两市焦头低迷 十一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成交额跌破六千亿 从二十三个月行低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会市 在世界银行公布最新的数据中 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从四月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预期 下跌到百分之二点八 而就在这份报告公布当天的二十八号 在按人民币对美元汇价跌破七点二关口 这摆明着是美元指数飙涨的资金外流 但巴克莱却发了一份报告 硬是指控中国有理由保持人民币贬值 以确保出口竞争力 所以 Bingham 所以我不会很难 事實上在強勢美元下 今年以來亞洲出口型國家的貨幣都大幅貶值 如日元貶了20% 韓元貶了17.8% 台幣則貶了13% 而人民幣只貶了12.5% 巴克萊的指控未免太過牽強 且人民銀行自9月以來祭出多項主貶工具 除了將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兩個百分點 釋放了191億美元的流動性對沖 還將遠期外匯風險準備金率 從零提高到20% 以增加做空人民幣的成本 中國監管城對會時的關注不無道理 首先相較於當前全球性的通膨 中國在這波俄乌戰爭中 自俄羅斯買到低於國際價格的油漆 讓CPI能保持較低的增長 但若人民幣持續貶值 恐怕會引發輸入性通膨問題 而更嚴重的是對人民幣資產的拋售 至今年2月以來 外資已連續超過7個月 拋售人民幣即假債券 根據上海清算所的數據 減持規模超過6000億人民幣 這股拋售潮恐隨著美聯準持續升息而延續 這無疑讓中國企業 特別是房地產商的債務問題雪上加爽 而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指出 今年人民幣相對抗扁的兩個因素 是中國出口保持暢亡 即人民幣沒有實施真正的貨幣款送 但隨著全球經濟放緩需求不振 中國出口將不再兩年 人行也勢必加大刺激力度下 將與美聯儲處於不同的政策周期 利差擴大下加速資金外流 人民幣走扁機率大增 這將持續衝擊中國經濟 人民銀行銀保監會也發布通知 決定階段性調整 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 符合條件的城市政府 可以自主決定 在今年年底前 階段性維持下調 或取消當地新發放 首套住房貸款利率下限 中國經管城或許已經預料到 貨幣政策可能受到制約 也不得不再鬆綁房市 放寬調控時期的貸款利率下限 以刺激買起 在居民住房消費需求不正 反地產市場走弱的情況下 調整手套反貸利率下限 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 困定居民住房消費一期 激發居民新的住房消費需求 習近平邁向第三個五年執政任期 卻充滿著變數 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至3% 前所未有的糟糕表現下 曾經酌勤的政策 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